《长津湖》票房破20亿 这速度已超战狼2 预测最终票房能破50亿元 陈抱训昨日 电影《长津湖》上映第五天 累计票房正式突破20亿元 成为今年第三部票房破20亿的影片 自9月30日上映以来 凭借口口相传的好口碑 影片单日票房气势如虹 连续四天单日票房破4亿 并打破十多项中国影史记录 目前 该片已经位列今年年度票房榜第三位 仅次于春节但问你好 李焕英54.1亿元和唐人街探案3 45.1亿元的成绩 考虑到10月底前 并没有与之相当的大体量影片上映 《长津湖》的这波观影热潮 立即会持续一整个月 最终票房超越中国影史冠军战狼2 56.9亿元的成绩 也不可能让我们拭目以待